逻辑条件是什么样呢 就是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的话 在这个地方再点一下 end 最近有用过 end会出现 end 第一个条件说 这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户籍 户籍 那因为我要怎么样呢 前面两个字 所以我先自己打上去 我习惯用打上去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naps 刮胡 然后针对这个 15 逗点一下 两个字 如果这两个字 它等于什么 等于台北 所以这地方的话 我就把这地方打一个 台北 台北线 台北市 前面两个字是 台北的话 那就是 OK 再来的话 第一个条件就完成了 这个是 第二个条件什么呢 它的年纪 所以年纪点一下 如果年纪要 大于 而且 寒70岁 所以等于70岁 等于70岁 如果有寒的话是70 10 那这两个条件都成立的话 那就是符合标准 按确定就可以了 两个条件就好了 然后按确定 再跳回去 再点一下 再插入函数按一下 那这两个条件呢 如果都成立的话 那就是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 符合标准 就完成了 那另外 各位可以试试看 把那个什么台北线 把它 Ctrl C Ctrl H Ctrl H 就是取代 或者你们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寻找取代 因为我习惯把它记下 Ctrl H 这边有个取代 OK 点这边也是一样 或者按Ctrl H 都一样 然后呢 寻找目标 就是所谓的台北线 把它改为新北市 所以你这边的话呢 把这地方改一下 新北市 把它全部取代之后的话 然后呢 再试试看 一样的 这个公式的部分呢 重新稍微改一下 你可以改成Mid 或者是Right 那这边全部取代 全部取代之后的话 那当然它条件就变更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恐怕就是要把什么 这地方改为什么 Lapt 改为Right 然后这边改为北市 应该就可以了 把画面还给各位来试试看 呢 呢 中文字幕——YK